面對記者提問 彭姓男子不發異語 直接進到警局 有被指使嗎 為什麼要去砸店啊 另一邊涉嫌持旅棒砸店的 黃姓男子也被逮捕 這全是因為27號下午三點多 兩名男子一前一後 大搖大白走在馬路上 仔細看他們手裡 甚至海拿著球棒 經過巷弄隨手一丟 再裝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但是咖啡廳已經變成這副模樣 馬路上停了好幾步 僅用機車 不只鐵卷門降下一半 店家也緊急貼出公告 今日公休暫停營業 面對詢問店員低調 簡短回應 27號下午三點多 兩名二煞疑似因為金錢糾紛 闖進咖啡廳就是一陣猛雜 而這一家店大有來頭 背後老闆就是吳宗憲的女兒 吳山儒 然後我們店邊有盪鞦韆 盪鞦韆 然後大家都很喜歡在上面拍照 開直播跟粉絲互動 分享每一個夢幻角落 吳山儒開咖啡廳 經營副業有聲有色 今晚期間 迫上疫情攪局依然屹立不搖 這樣到這一回 卻被二煞奔躺入市搞破壞 從隨身攜帶的大型購物袋 取出鋁棒 進而毀損店內的物品 警方在二十八號凌晨 在內湖和汐止住處 將兩名嫌犯逮捕到案 要查出背後是什麼原因 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上 逞凶鬥狠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